好同学们了解了仲裁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呢同样是一个典型的三星级考点 而且从历年的考核情况上来看 它的考核频率比仲裁还要高 像1617年考的都是单选多选 18年是单选多选判断 19年考了单选多选判断 同时还考了简答题 20和21年考的都是单选多选和判断 也就是说每套试卷 肯定都是要有民事诉讼的相关题目的 那么个别的点能够考核主观题 但不以主观题为主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 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 民事诉讼呢今年根据新的民事诉讼法 进行了全新的编写 这里边呢新增和调整的内容是比较多的 像我们原来老的大纲下就没有过多的去介绍 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 那今年呢这一块内容就加进来了 但是这个内容我们不再给大家做展开的介绍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民事诉讼和仲裁 它调整的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那作为仲裁我们将之称之为叫经济仲裁 是因为它只能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 但是民事诉讼它既可以调整经济关系 也可以调整人身关系 叫做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发生纠纷 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也就意味着只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 就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比如说离婚 离婚息产纠纷不能够提起仲裁 但是它是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来看题 这道题说下列案件当中适用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的 有像这种题目不用多想 只要是平等主体的就行了 公民名誉权纠纷案件可以 B 企业与银行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案件可以 C 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因税收争纳争议提起的诉讼案件 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是平等主体吗 不是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告官 民告官要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而不是民事诉讼方式 D 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案件 也是平等主体 没有问题 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A B D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民事诉讼的审判制度 民事诉讼的审判制度在我们老大纲下只是提了一些名称 但是没有具体展开介绍 也就是说在老的大纲下是没有考点的 但是在新大纲下它进行了展开介绍 所以我们说这些内容都是新的 民事诉讼的审判制度呢 包括两审中审制 合议制 回避制和公开审判制度 那其中如果说从考核的角度来看 公开审判是这一部分客观体考核的一个重点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呢我们来看两审中审制 两审中审制区别于仲裁的一财中局制 是吧 那一个诉讼案件 要经过两级法院审判后 那才告终结 对一审不服是可以提起上诉的 那么在这儿首先我们得知道我们国家的四级人民法院 四级人民法院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 那案件呢经过第一审法院判决之后 当事人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 由该上一级法院进行第二审 那这个法定的期限是什么 我们在后续的审判程序当中会予以详细介绍 在制度这一块就做一般了解就行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点其实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东西 好 那么二审终审了吗 所以二审法院的判决裁定就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终审判决裁定当事人是不能上诉的 因为结束了已经 但是呢为了防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有错误 所以呢我们又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 也叫做再审审 因此如果发现终审裁判有错误 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 也叫做再审程序予以纠正 但是注意 我们执行的是两审终审制 审判监督程序 它只是一个纠正程序 我们执行的并不是三审终审 好 接下来看一下特殊情况 一般情况执行两审终审制 只是所有情形都两审终审吗 我们说不是 特殊情况有一审终审的情形 因此如果说考客观题 两审终审一般情况有什么可考的 肯定在这儿出题 两种情形 适用一审终审 而第一种情形又可以拆分成四个 所以一共有五个 包括适用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 公式催告程序 和检疫程序中的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以及由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一审判决裁定 那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 为什么适用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和公式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 是一审终审 原因很简单 他们仨有一个统一的名称 叫非宿民事案件 所谓的非宿案件 指的是这种案件是没有被告的 那么在这儿 我们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拿谁来举例呢 拿公式催告来举例 因为公式催告 你后边学票据法的时候要学 公式催告呢 是票据丢失之后的一个补救程序 我们都知道 票据呢 它的特点 是完全有价证券 后面我们会讲啊 在这儿我们先铺垫一下 所谓的完全有价证券 就是指 你说你对这张票据享有权利 你必须要占有这张票 持有这张票才可以 所以如果说这张票脱离了你的战友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能够再去行使权利了 比如说 老侯给老赵签发了一张支票 结果呢 老赵把这张票弄丢了 老赵一琢磨 哎呀 反正也是老侯给我签发的 我直接找银行要钱不就完了吗 于是这家伙背着手就进了银行了 到了银行之后呢 就跟工作人员说 老侯给我签发了一张支票 你把钱画我账户上吗 工作人员非常客气 说你把票拿来吧 老赵说了 要啥票呀 搁这张脸就是票 工作人员说 那你把脸伸过来吧 那我们得盖个章 我们还得打个孔 回头你这个脸 我们就得留下了 那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你没有票 人家不可能跟你办 所以如果说老赵把票丢了 他必须要采用一定的程序和措施 把这个票据的权利补救回来 那么其中有一项 就是公事催告 公事催告针对的是什么呢 就是老赵把票丢了 但是不知道这张票被谁捡走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老赵找到法院 法院呢 把老赵丢失这张票的事 公事出来 然后呢 干嘛呢 催告那些不确定的利害关系人 来限期申报权利 有同学说这么麻烦干嘛呀 老赵把票丢了 到法院 法院给他做个除权判决 宣告丢失的票据 无效多简单啊 为什么还要公事催告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都是好人 还有坏人呢 是吧 如果老赵不是真的把票丢了 而是通过背书转让的方式 把这张票用于交易和付款了 那这种情况下 他把票给了别人 扭头奔法院 杠上这张票丢了 法院就去给他做除权判决 显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你说票丢了 你真丢了 假丢了 我不知道 那么怎么办 我们就把你丢失票据这件事公事出来 公事出来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去催告那个不确定的利害关系人 也就是捡到老赵丢失的这张票的这个人 来申报权利 来申报权利 当然人民法院在公事催告的同时 会通知银行对这张票据进行指付 那拿到这张票的人呢 如果说他去银行提示付款 银行就会告诉他这张票被法院公事催告了 那么就有两种情况出现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人 他确实是捡到的票 那么他敢去法院去申报权利吗 他不敢 所以预期如果没有人来申报权利 法院就认可老赵丢失票据的事实 就给他去做除权判决就行了 那么如果老赵是把这张票交易给的对方 对方一去行使票据权利 发现这张票被公事催告了 人家肯定是不干的 所以人家要到法院 那么这个人一旦到了法院 公事催告的程序就结束了 因为公事催告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这个人 既然这个人找到了 老赵说这个票是他丢的 这个人说老赵是把这张票交易给他的 那么你们两个人可以按照民事诉讼的普通诉讼 去打官司去 所以公事催告的目的不是去决定这张票归属于谁 而是去决定找到这个人 他有被告吗 他没有被告 像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 公事催告程序都是一样的 由于是非诉案件没有被告 所以谈不到上诉的问题 好 那么再有就是检疫程序当中的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后面再去介绍 审理程序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一审程序当中 有普通程序 有检疫程序 什么情况下 适用检疫程序呢 事实清楚 权力义务明确 争议不大的案件 就可以适用检疫程序 因为我们现在打官司的人多 所以这个效率的问题 法院是很关心的 就咱们早点把这事解决了 然后好给别人去解决事情 所以如果是 事实清楚 权力义务明确 争议不大 那我们在审理程序上就可以简化 这就叫检疫程序 跟金额有关系吗 没关系 是吧 但是如果说事实清楚 权力义务明确 争议不大 金额又小 这就叫做 适用检疫程序当中的 叫小额诉讼程序 今年呢 我们在检疫程序的基础上 我们的大纲又新增了 小额诉讼程序 我们后边都会给大家介绍 那你既然金额又小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适用一审终审了 对于这种案件 也就不能上诉了 所以这块提示大家 真正的陷阱点在这个位置上 适用检疫程序审理的案件 并非都是小额案件 如果是适用检疫程序中的 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那才是一审终审 而至于第二条这一项 没有考点 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 一审判决裁定 您倒是想上诉呢 您找谁上诉去 是吧 最高人民法院 已经是最高级别了 所以一审终审 好 接着往下来 看合议制度 合议制度呢 指的是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 要由三名以上的审判人员 来组成合议庭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审判组织 三名以上呢 这个呢 不是什么考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般情况下 它都是单数 是吧 它跟仲裁不一样 是吧 弄个双数的 到最后一半一半的 不好弄 还得设个首席 就太麻烦了 对吧 所以这块呢 都是三名以上 那同时注意一下 它的真正考点在于 审判人员 审判人员和审判员 一样吗 我们说不一样 审判人员的 包括两类人 第一类呢 是审判员 第二类呢 是人民陪审员 所以通常情况下 我们组成合议庭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是由三名审判员 来组成合议庭 第二种情况呢 是一名审判员 加上两名陪审员 来组成合议庭 因此考试的时候注意 如果他直接考核 合议制度的概念 告诉你合议制度 是指由三名以上的 审判员组成审判组织 这个说法是错的 这个说法是错的 因为还有一名审判员 加两名陪审员组成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合议制和独认制的适用 所谓的独认制 指的是由一名审判员 来独认制审理 那么一审和二审 都有适用独认制的情形 一审和二审 都有适用独认制的情形 其中 一审什么情况下 适用独认制呢 非诉案件 包括 适用特别程序 督诉程序 公式催告程序 审理的案件 再有 就是简单案件 包括 适用检疫程序 审理的案件 以及 基本事实清楚 权利业务关系明确 但是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的案件 我们以前的独认制和 简易程序呢 它是捆绑在一起的 就是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的案件 就是独认制审理 不是适用 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 审理的案件 就不能独认制审理 就是以前 他们俩是捆绑在一起的 但是新的民事诉讼法呢 把独认制和 简易程序解绑了 因为有一些 基本事实清楚 权利业务明确的案件 它走的不是简易程序 它走的是普通程序 那么对于这种案件 我们现在规定 也是可以采用 独认制审理的 所以大家就记住了 现在 一审采用独认制审理的 就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飞速案件 第二种情况 就是简单案件 简单 不是单纯的简易 基本事实清楚 权利业务关系明确 也是属于简单案件 可以独认制审理 但是注意 特别程序当中呢 如果涉及到的是 选民资格案 和重大疑难案件 是不能够独认制审理的 选民资格案 和重大疑难案件 它必须采用 合议制审理 而且在采用 合议制审理的时候 还必须完全 由审判员 来组成合议庭 那除了选民资格案 和重大疑难案件以外 采用合议制审理的 其他案件 是由审判员和陪审员 组成合议庭 这就是一审 而二审的独认制 大家想一想 一审的独认制 是飞速案件 加简单案件 而飞速案件 能上诉吗 飞速案件 不能上诉 所以到了二审战 就是变成一个了 就是什么 就是简单案件 叫做第一审 是用检疫程序审结 或者不服裁定 提起的上诉 注意 如果是不服判决 那不算 不服裁定 提起的上诉 是可以的 那么裁定 跟判决 它是有区别的 在试用事件上 裁定的主要是 针对于程序的规定 那如果你是因为 不服裁定 提起的上诉 而且又涉及到 较事实清楚 权力义务关系明确 并且又经过了 双方当事人的同意 那么二审 也可以采用审判员 独认制审理 这个也是属于 今年的一个新增内容 那么采用合议制审理的 就是二审的其他案件 而且二审的合议制 是必须由三名审判员 来组成合议制 二审是没有审判员 加陪审员的问题 所以对于合议制 与独认制的适用 作为同学们来讲 本身我们要明确 这个知识点 都是我们终极阶段的 考核重点 第二一个 基本掌握方向 一审和二审 现在都可以采用 独认制审理 那么一审的独认制审理 适用的是 非速案件和简单案件 二审的独认制 针对的是简单案件 而其他的案件 都是属于合议制审理 在合议制审理当中 一审的特点 是通常为一名审判员 加两名陪审员 而二审 是由三名审判员 组成合议庭 那么一审有一个特殊的 叫选民资格案 和重大疑难案件 是由三名审判员 组成合议庭 就完事了 分成这个三个层次来掌握 是比较清晰的 好 往下来 是不适用独认制审理的情形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什么情况下 适用独认制审理啊 除了非速案件以外 就是简单案件 所以不适用独认制审理的情形 就是复杂案件 复杂案件当然不适用 是吧 第一条 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这个影响范围非常广泛 第二个 涉及群体性的纠纷 而且上升到了 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 这个社会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 对吧 第三个 是人民群众广泛关注 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我们都知道现在 这个自媒体是非常发达的 所以有一些事情 通过这个媒体的传播 可能全国人民 都比较关注这种案件 那这种案件 由于社会影响比较大 因此不能够独认审理 他怕出错 因为一旦出错之后 造成的社会影响 难以挽回 对吧 那第四个 是属于新类型 或者是疑难复杂的案件 新类型嘛 法官都没见过 所以怎么判啊 你好歹找几个人 大家商量商量吧 对吧 你让一个人去读认知审理 是吧 那不难为人家的吗 对吧 再有就是一个疑难复杂案件 是不适用读认知审理的 所以像这种 大概看一下 不用死机应备 考试这种点 即使考也是选择题 而且大概率 不会设置什么陷阱 他也没有办法去设 更复杂的陷阱 好 往下来 是回避制度 在仲裁当中 我们介绍了 回避制度的适用情形 就是可能影响案件的 公正审理的 就回避 在民事诉讼当中 当然也是一样的 但是民事诉讼当中 有一个规定 是他自己这块特殊的 就是适用的范围 注意 回避制度 适用的是审判人员 书记员 翻译人员 鉴定人员 因为他们都可能影响到 最终案件的公正审理 审判员就不用说了 书记员给你记多了 记少了 对吧 翻译人员给你翻译对了 还是故意翻译错了 鉴定人员 他鉴定的结果 勘验人员的勘验结果 这些都是会对案件 最终的判决造成影响的 所以他们都是适用 回避制度的 但是注意 证人 是不是用回避制度的 老婆给老公作证 父亲给儿子作证 这种在法庭上是很常见的 只不过呢 他们之间由于存在亲戚关系 所以这个证据 他的采信度相对低一点 他不能够独立的 作为一个证据 但是他可以作为旁证 是没有问题的 好 第二个注意 当事人请求上述人员回避 可以书面提出 也可以口头提出 民事诉讼 他保护的 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那么当事人的范围比较广 有人识字 也有可能像老赵那样 目不识照 那怎么办 难道这种人 我们就不保护了吗 他不会写字 不能书面提出 那就口头提就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公开审判制度 公开审判制度 是这一部分里边 最重要的一个考点 是因为他跟仲裁有区别 前面我们刚讲完仲裁 仲裁是开庭 但是不公开进行的 对吧 但是呢 他有特殊情况 就是当事人如果协议公开 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就可以 我们将这称之为叫法内资源 而到了民事诉讼这一块 正好反过来 一般情况下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是应当公开进行的 公开审理 是吧 所以如果有同学 关注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 或者说家本身离法院比较近 就住在法院附近的同学 有的时候你经过法院的门口 那个法院门口 他有公告栏 那个公告栏当中 他就会贴出来 那我们这个民庭的一庭 二庭三庭 在哪天哪天哪天 会审理谁谁谁和谁谁的 什么纠纷 对吧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公告 那意思就是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你可以到这来申请 进行旁听 它是公开进行的 而且媒体也可以来旁听 这是一般情况 但是特殊情况 它有不公开的情形 而不公开 有依法不公开 和依申请不公开 两种情况 依法不公开的是涉及 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另有规定就不用管了 对吧 而依当事人申请不公开的 是离婚案件 还有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所以这一块一半一半 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 依法不公开 涉及商业秘密的和离婚案件 是当事人申请不公开的 可以不公开审理 但是我们这里边所提及的不公开 指的是审判过程的不公开 无论审判过程是否公开 注意审判的结果 一律要公开 一律要公开宣告判决 哪怕是涉及国家秘密 涉及国家秘密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涉及到治政啊 询问啊等等的 这个可能会涉及到泄密的问题 但是到了判决的时候 对吧 这个东西它是不涉及国家秘密的 因此即使涉及国家秘密 涉及个人隐私 在判决的时候 你也得公开宣判 你不能说让这个人莫名其妙的 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这个是不行的 对吧 好了审判制度我们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题 首先呢是一道判断题啊 这道题说 适用检疫程序中的 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 实行一审中审制 实行一审中审 第一类 是非诉案件 是吧 非诉案件 包括适用特别程序 督诉程序和公式垂稿程序审理的案件 第二类 是检疫 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第三个 是最高法的 一审的案件 你就把它分成这三类去记 就很简单 这个说法显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对的 一定定准 陷阱就是这两个字 如果没有这两个字 就是错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道单项选择题 这道题说 甲乙公司因技术转让合同的旅行产生纠纷 甲公司向某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受理了该案 以至该案件涉及商业秘密 那么下列关于该案件是否公开审理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谁 这个考核的是公开审判制度 我们的民事诉讼 一般情况下是公开进行的 但是特殊情况下是可以不公开的 可以不公开的呢 分成依法不公开和依申请不公开两种情况 依法不公开的是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而依申请不公开的是离婚案件和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那么这个是涉及商业秘密的 所以你必须是申请它才不公开 而且这个不公开它指的是过程 过程不公开 而结果是一律要公开的 好 那我们看题 A说该案件应当公开审理 它不是应当 它可以申请不公开 错了 B说该案件不应当公开审理 它也不是不应当公开审理 它如果不申请就可以公开审理 是吧 所以它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 而不是应当不应当的问题 C说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后决定是否公开审理 不是你们俩决定 是你们去提申请 最终公不公开得由法院决定 所以C也错了 因此最正确的表述就是D 由双方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 可以不公开审理 决定权一定记得是在法院的手里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有D选项 好判断题 说民事案件不论是否公开审理 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哪怕是涉及国家秘密的 涉及个人隐私的 都要公开宣告判决 那我们是法治社会 不会让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 是吧 所以这个说法显然是正确的 好再看一道多选 这道题说 关于民事诉讼与仲裁法律制度相关内容的下列表述当中 正确的有谁 那这道题呢 就是对比考核民事诉讼 和仲裁的区别 A说民事经济纠纷执行或财或审原则 没问题吧 可能是财也可能是审 关键在有没有有效的仲裁协议上 对吧 正确 B说民事诉讼与仲裁均实行回避制度 凡是解决纠纷 他都要保证公平 而回避就是保证公平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制度 所以没有问题 正确 C说民事诉讼实行两审中审制 仲裁实行一财中局制度 没有问题 正确 D说民事诉讼实行公开审判制度 仲裁一般不公开进行 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道题是ABCD全选 我们对比的就是两者之间的一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